大爷 您找谁啊 我找我女儿 她叫小智 大爷 那您到外面等吧 大爷 您找谁啊 我找我姑娘 她叫小智 小智 是芝雅娜吗 对 就是她 我来给她送点东西 我马上就要回乡下了 以后她恐怕也见不到我几次了 行 大叔 我带您进去找她 大叔 您想在这儿坐一会儿 大叔 您的女儿出去见客户了 您想喝点水等等她 不用了 老板 我马上就要回乡下去了 我这里有一封信 麻烦你交给她 好的 大叔 那我送送您吧 不用了 老板 就不麻烦你们了 我这里有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麻烦你回来也给给她 李总 您找我 李总 您找我 是的 你父亲刚刚过来 给你送了点好吃的 她回老家去了 而且给你留了一封信 让我转交给你 闺女啊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已经回老家了 爸知道你工作忙 所以就没敢告诉你 爸最近身体不太好 昨天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医生说 我身体来长了一个东西 手术费需要二十多万 咋家里条件不好 爸知道你赚钱不容易 爸不想给你添麻烦 我就回乡下去 爸给你拿了点 你最喜爱吃的东西 如果爸不在了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爸 爸 走得红满天 爸 就和我 爸 对不起 是你而不孝 连爸爸生病了都不知道 闺女啊 你快起来 爸 你快起来 爸不会你啊 爸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我是你的女儿呀 我怎么能让你放弃治疗呢 就算我砸锅 卖铁 卖车卖房 我也要治好你的病 爸 没有你这句话 我就想埋住了 小致 李总 我这张卡里有二十万 你先拿去给你父亲治病 李总 这么多钱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 这是借给你的 拿着吧 谢谢李总 大叔 祝福您平平安安 降降高高 小致以后有什么困难 记得跟我说